因为过节 晚上吃饭的时候苗普温了酒 小妖多喝了些 但本该黑田一觉的她 不知怎么夜里睡的 其实并不安稳 烈酒入肠 将她困诱于一场惊年的梦 梦里 有人语重心肠的劝慰 她急已替你选了 结局铺好了路 你就不该辜负她的这些安排 糊里糊涂不好吗 何苦这样折磨自己 又听到自己撕心裂肺的哭喊 她那么能装 那么能算计 把我后半生跟谁在一块 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我偏不随她心意 我像个傻子 一样被耍得团团转 她倒是死得潇洒 轰轰烈烈 一了百了 弓箭 血背 续命 砂骨 不是事事都做得滴水不漏吗 那留个大肚娃娃 又做什么 她真以为 我就蠢到无可救药了吗 就那么笃定 我这一辈子都发掘不了里面的秘密吗 一定相信 我到死还被蒙在鼓里吗 她看见自己眼睛亮的可怕 泪珠摇摇欲坠 惨笑着捂上脸 哽咽着鸡巢道 我真相的笑话 画面闪过 她又听到锦铃钟之际平静的话 小妖 我这一生被所有人称赞是光风济月的屠山公子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卑鄙 我一直利用着你的心软 在每逢希望渺茫时 不知羞耻地缠着你 抓着你 我心如明镜 但凡那人不曾退让 我这个偷窃之徒绝无机会 我深知你的性子 但是若是可能 小妖 且听我一言 勿以往之不见 不要求困自己 放过自己未尝不可 放过自己 要怎么放过 祝言花落地生根 瞬间开出一片桃林 她看着自己煞穴为影 上古阵法发出璀璨的光 在一片金色和飞色的胶印中 自己挑起唇角微微而笑 我心上有一道横跨亘古的伤 朝夕相遇 疼也甘之如疑 手腕传来刺痛 从将她从梦里唤醒 小妖睁开眼 思绪清明些许 见原来是昨夜射来的贝壳链子 边角各着了手腕 不免又回忆起那个古怪的老伯 其实他后来 回到医馆取了银两 又返回去寻过他 但打听来打听去 都没有人看见过这个人 只于一个胡言乱语的罪汉 那罪汉是怎么说来着 他会发光 还飘雪 搜一下就不见了哈哈哈哈格 银发 白衫 小妖正正望着那串链子 暗夜里 蓝色的珍珠发出盈盈冷光 映着旁边一圈白色的贝壳 暗红的波纹 浪花一般起伏卷曲的边角 他静静看着 虚语后 手掌慢慢贴近心口 是还是不是 黑暗中 他盯着万间的荧光 唇盼慢慢浮起一个笑 昨夜临走之前自己那番话 已然向他留了住处讯息 是或不是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阿刘近日过得很是惆怅 师父不知道抽了什么风 一击过去 医馆难得清闲下来 他既不去复诊 也不去游玩 偏偏拘着自己 坐在堂前腾血药方 美其名曰 静为师之道 娱乐吃饭睡觉 两人静整日待在医馆 阿刘起先讨厌去学堂 每逢休假 都想着假期能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眼下却无比想念教书的先生 学堂学生多 自己在他手底下 偷闲起码 不会像如今这般困难 这日 阿刘照常咬着笔 痛苦万分地应付差事 旁边师父悠闲翻看着一本医书 门口传来动静 冷清许久的医馆迎来了近日的第一位客人 阿刘心里大念阿弥陀佛 总算有人来了 抬眼望去 一位银发老者身着白衣 仙尘不染 姿态悠然迈进门中 阿刘认得他 托师父的福 自己从他那里 买来用来赔罪的琉璃灯 至今还未送出去 小妖放下书神色打量一瞬 评价道 精神绝朔 神采奕奕看来不是来问诊的 老者笑道 和风暖阳 今日是个寻宝的好日子 小妖似是颇为无奈 我早都跟您说过了 这岛上并无什么宝可寻 老者好脾气道 我知道岛上没有 那您所说的寻宝是往何处寻 大海 小妖挑了挑眉 又听她道 近日闲来无事 我在岛上同人打听了些姑娘你 小妖笑 哦 那可是打听出什么来了 听闻姑娘有如海中生物一般自如来去呼吸之能 是又如何 难不成您想让我帮您寻宝 老者笑咪咪道 不错 今日此番 我就是来谈交易的 小妖做出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静等她的下文 老婆笑笑 你带我寻宝 我免你赦账 如何 小妖逆着眼我就欠您十两银子 就算带着利息也不止我冒险汤这趟海星 再说您倒是将我的底细打听了个点调 自己却捂得严严实实 这交易怎么着算可都是我吃亏 话必自顾自己身我还是还您银两吧 这交易不谈也罢 老者也不恼怒姑娘可知大荒内铸造兵器最有名的是哪一族 小妖停下脚步回过身 今天是不错 小妖没什么表情到 哦 哦 怎么 你好似并不惊讶 有什么好惊讶的 今天是既已绝世的铸造记忆文明大荒 铸造所需珍宝材料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只是小妖打量她 我虽许久未曾与今天是打过交道 但你们一族是没什么人了吗 让一个本该颐养天年的老头跑来跑去瞎折腾 今天老伯笑笑 无所谓道 谁叫我天生就是跑腿劳路命呢 总该折腾折腾 小妖点头 就算你是今天事又如何 我常驻小岛 这里可用不着打打杀杀的武器 老朽的不才 有一门机关之术还算尚可 听闻学堂如今正确一位教授击阔之术的先生 姑娘若是此番肯出手相助 老朽可以无偿请受 小妖忍笑叹道 您还真是百战不殆啊 话必思存一瞬回道 可行 小妖又问 生意既然谈成了 不知您打算何时动身呢 择日不如撞日 今日如何 小妖醋眉扬装思考 续语之后 她点头应道 好吧 那香阿刘趁两人谈话没注意 喜滋滋地正准备溜之大吉时 似乎看到师父眼中闪过一抹脚霞的笑 那笑容跟娘亲平常得了爹送的什么东西 亦或者像是想到什么 坏主意捉弄爹得逞之时 眼中闪动的东西并无二致 小妖收拾了一番 与今天老伯一同出发 路上 今天老伯问道 姑娘方才说 许久未曾与本族人打过交道 言外之意 姑娘此前也与我足有过来往 小妖侧头 很奇怪吗 就许你踏遍大荒寻宝 不许我游赏天下美景 那姑娘又是为什么来此地常住 景色赏乏了 正好走到了这里 看着还算喜欢 便住下了 住着还算习惯 就常住了 今天老伯点点头 笑道 聊聊数字概括经年 言简意该 不错 小妖微笑不语 看姑娘这笑似有玄妙啊 岛上临近海 不过些许时间两人已行至海边 举目远眺 是无边无际的波涛 一重又一重的浪潮汹涌而来 拍打在黑色的礁石上 碎裂成千重雪 小妖站定 眺望着海天一色 静默一顺道 很久以前 有个人曾说 像我这样的人 大概永学不会眼瞼一该 今天老伯紧盯着他眼中的一抹畅往 问道 听起来不算是什么好话 姑娘却这么些年都不曾忘却 是因为恨而耿耿于怀 还是因为还是别的什么 小妖回视她 平静道 恨又如何 不恨又如何 海风阵阵 烈日荣荣 小妖目光轻烈 老者谋色深沉 二人眼里剧流动着不明的情绪 浪花拍打着海礁 两人的衣衫在风中烈烈飞舞 远处 一群群白色的海鸟石而盘旋而上 冲上碧蓝的天空 石而飞坡而下 冲进魏尖的大海 半想后 惊天老伯转开目光 小妖淡淡一笑 干净利落地跃进海里 先说好 我下去中途可不换气 也不会停下来等你 明老一把年纪 跟上跟不上我可不管 他语气显示 神态从容 好似两人方才的古怪气氛 未曾存在 老伯并不生气 诗诗然道 那是自然 有劳姑娘了